柯文哲现在已经满65队了 如果经过几年的官司的诉讼 他就往那方案被定罪 我这样讲吧 现在呢 民党执政知道他要司令 他要是在四年内呢 就被三省第一年完毕 那你觉得现在这柯文哲 他还能翻身吗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敬 本来台湾有所谓的第三势力出来 而且呢 只凭着区区的只花了台币 两三个亿就拿到了370万票左右 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台湾的选举历史上 应该是一个大叔特殊的事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一个了不起的运动 其结果竟然就在柯文哲自己 贪心不足蛇吞象 结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这个巨大的冲击是 柯文哲自己也好 还有另外一个 他当时候可以被称为是 整个民众党的前三号人物的高宏安 这两个人啊 都等于说是等同于准备坐牢了 怎么说是准备坐牢呢 因为啊台湾关于贪污的罪呢 是非常严格的 什么叫贪污的罪啊 就是这个钱是属于公堂的钱 或者这个钱呢是你借由公家力量呢 塞给了 这个是民间 这就是所谓的贪污的罪了 现在呢 他们就打算用贪污的罪去办高宏安 但是各位会说 高宏安那个案子不就是一个几十万台币的事啊 这算是哪门子的哪回事啊 偏偏各位啊 你如果打开过去台湾的二十年的审判历史 凡是碰到公堂的 这个金额啊 就算只是区区的台币几万块 到数十万 请看看所有的判例 这里面有多少的国立大学的教授 或者是部分私立大学教授 去承包教育部 或者是科技部 这些相关的案子 那就是公堂哦 这些来自于部会的案子 不管你承办的人 或者是承接的人 是公立的 或者私立的教授 最后结果只要你是贪污 就算只是几十万 或者区区几万 那个一判啊 都是好几年 有人一判十多年 甚至接近二十年 这就是贪污 非常严格审判的地方 我说了以上的这些案例 绝对不是虚构的 也不是杜撰的 是来告诉大家 台湾法律很奇特的 在这个地方特别严格 而高宏安呢 他的情况就正好命中这个区块了 因为呢 他的一些助理都转成污点证人 只称这个事情就是高宏安 所要要求的 换言之你是明知故犯 而这个钱也确定是公堂 那你认为这样算不算贪污呢 好了 偏偏高宏安又不承认又不愿认罪 那就让检察官呢 就更为头大了 正因为这两项符合 那就等于是他叫做放后态度不良好咯 所以他就会往十年以上 甚至十五年以上去判 而高宏安现在年纪还很轻啊 也不就是四十岁 往后那么一派 你想想看 如果他到时候被关进去一关 关个十五年二十年 他出来不就人老猪黄啊 而且他本来大好前程 还干过鸿害集团的副总啊 那他后面是神呢 又有谁还会继续捧他呢 他原来的学霸地位 不就完全烟消云散 现在又来一个柯文哲 情况也一样 柯文哲呢 他独立于这个金华城 我独立于新方集团 等等这三大案 都让人家看出来说 人家本来不需要这么大的容金率 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你还莫名需要让人家 多得了这么多个亿 多得上百个亿 多得数十个亿 这都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唯一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你给了他以后 他可以把多得的钱 一定程度来回到你身上 当然 大家说 所谓的贪污 必须要搞到账款才算 但是啊 如果这里面啊 所谓的量刑者 是有意要把他 往实力打的检察官的话 那甚至法官呢 也认为 就是简单管说的那样 那么柯文哲就会往这个方向被办理了 也就是讲啊 就算没有严格上的找到直接给钱的证据 或者说所有给钱的人 他也没承认说他真的给钱 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证人 你没有找到账物 但是呢 你可以找到哪里 疑似就是这个钱 那么其结果呢 就是柯文哲仍然会被往攀污的角度去定罪 这样一来 柯文哲现在已经满六十五 对了 如果经过几年的官司的诉讼 他就往那方向被定罪 我这样讲吧 现在呢 民党执政至少还有四年 他要是在四年内呢 就被三审定年完毕 那你觉得 现在这柯文哲 他还能翻身吗 那么当然就翻不了身 如果在四年内 民党可以控制司法 他就已经被拿下了 这就妙了 这个情况呢 柯文哲恐怕 后头啊 他还有十多年啊 他可能就得蹲到牢里面 为什么说十多年呢 因为关于这个罪啊 到八十岁以上呢 就不用管了 而这样的一位柯文哲啊 如果他能拉长官司 拉到大概四年左右 后头 他也还有十一年 那么柯文哲 岂不就没有任何政治前途可言了吗 光是这两项一打下去啊 那你认为第三势力 还有什么搞头 当然了 民主党可以换一个人出来 当领头药 可是光是这两个案子啊 全部都是贪污案 光是士气上呢 就严重的受挫 而且 新竹是一个喜欢求变 喜欢找年轻选项的人 那你认为 这个高宏安事件被打了以后 后头还有谁能来 为了后头 这些选民仍然会维持一样的态度吗 这当然整个世纪就大大的受创了啊 所以啊 咱们看看柯文哲跟高宏安事件啊 不但是把民众党啊给打趴了 是连第三势力的所谓投票自己 或者是支持力道也给打趴了 人家就说啊 这些小草们 各个啊 真的就叫做垂头又上级 那么你说这要怪谁呢 简单的讲 还是怪贪财的人吧 或者怪这些人啊 对于台湾最基本的贪污自罪条例呢 怎么一点概念也没有呢 这些科技人也好 或者是医生 怎么会这么没有法律的基本常识呢 感谢您收看